我们现在要进行这个AIMED人工智慧医学 第六集的探讨 第六集的题目呢是叫做中道自然医学 什么叫做中道自然医学呢 就是强调说医学不可以分中医西医 什么医都不可以分 就是要中道 不要偏向哪一方 那么有效最重要 就是说像某个名人讲的 不管黑猫白猫会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不是说你来看病 我给你吃药会不会好是你的事情 那我们作为一位医师呢 我们要的是让病人好 就是说不管他得的是什么病 你只是要用最有效的方法让他好起来 不要一辈子依赖那个药物 那么这个是现在讲大家听的如果是第六集的话呢 你最好是由第一集开始听 你上网YouTube搜寻一下 就可以把这个六集由头到尾听完 你会对这个人工智慧医学会有更进一步的这个了解 那么我们讲的人工智慧医学 它的开放式密码呢 其实就是跟中道医学的开放密码是完全一样的 就是生桶 KD 清气 B3 维他命C 奈米 光 热能核料 热能治疗 还有过敏炎 好的检查 修补肠肉 肺肉 脑肉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人工智慧医学的主轴核心 就是把细胞内的酸跟G5G排掉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医学的定义 当然可能几千年前所谓医学就是讲的是黄帝内经啊 中医嘛 在中国 那可是呢在我们这个现在的社会 在这个美国壮大以后强大以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大家认为的医学就等于西医学 基本上是这样 其他医学都是不科学的 只有西医是科学的 我想我本身是一个受西医背景训练的人 我本身也是根深蒂固的认为只有西医学算医学 其他都不叫做医学 其他都叫做民俗疗法 或者是可能有效的保健而已 缺乏科学根据没有evident based 所以不算是科学这样 可是呢我今天对于这个所谓医学的定义 西医学就等于医学这个定义 也是彻底彻底的否定了 我反而认为西医学是一种伪科学 我们叫seudo science 它不是一种科学 它是假的科学 那么如果各位要了解我的这个想法的话 你可以上网YouTube找一个不要再让你的身体成为医药利益结构下的新生品 你搜寻一下就可以看到他讲的这个东西 这一位是阿根廷的医师 他本身是台湾人移民阿根廷 后来在美国John Hawking拿到这个医学博士 好像是双料博士 他讲他很大胆他敢讲我不敢讲 因为我本身我是觉得不去批评这个 我只讲我自己好的东西这样 所以我很佩服他的勇气 那么西医学是用加法治病 什么叫做加法呢 就是见果不见因 看到结果看到你有病 不管你的原因 就是说今天过敏了 智力神经失调了 过敏就是看过敏科 或者风湿免疫科 智力神经失调就看神经科 可是如果你智力神经失调 是肠胃道的智力神经失调 肠肇症 会死到内里就看肠胃科 如果你睡不好就看精神科 也是智力神经失调 对不对 精神疾病 就看你要看智力神经失调 还是精神科 脑神经退化就看脑神经科 精神疾病就看精神科 代谢症或是新陈代谢科 或者是心脏科 看哪一科的症状 还有自体免疫就看风湿免疫科 癌症就看癌症这一科 事实上眼科 眼睛的级别看眼科 鼻子的级别看鼻子 鼻合科 皮肤的级别看皮肤科 这个叫做器官 把人分成器官 没有看到人的整体 这个是错误的 那我今天做的中道医学 也就是把人 变成一个整体 就是说疾病的成因 就是细胞里面的酸过多 跟自由基累积过多 那各位如果对这个还不了解的话 你就把这个第一第二第三 第四第五集看完 你就可以了解了 那我们这里要谈的呢 不是讲这个自由基的问题 而是说医学这个范围的一个讨论 我们中道资产医学是用减法治病 什么叫做减法呢 就是说所有的核心都锁定在一个东西 就是说你一定要维持你细胞内的酸减值是7.2 细胞外的酸减值要7.35到7.45 这个是没有得讨价还价了 这个是真理 所以说如果大家都知道 我们细胞内太多酸太多自由基 就会引起这些疾病 所以过敏啊 智力神经失调啊 脑神经发炎啊 代谢症候群啊 免疫系统叛病癌症 都是因为细胞里面累积的太多的酸跟自由基引起的 可是呢 我们现在的治疗重点 只治疗果 把你的血压降下来 把你的血糖降下来 吃你要幻听幻觉 就吃一些预防幻听幻觉的药 就没有把原因去除啊 那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我们讲的啊 酸跟自由基过多嘛 百病同源 那么我们要治疗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排除细胞的酸跟自由基嘛 就是百病同疗嘛 这个就是我们的中道自然医学的一个基本原则 所以呢 中道自然医学是以人为本体的医学 那各位可能会问说 难道医生看的不是病人吗 不是以人为本体吗 不是 现在的医学是以 药厂的利益为本体的 要卖药给你的 把人当成是一个灌药 生钱的一个机器 这个是一个 帝国灾难资本主义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最好你每个人都生病 最好你每个人都不要好 吃我的药吃一辈子 这个基本上的逻辑就是一个绝对的错误 所以呢 我们的这个中道自然医学 就是要让人拿回你身体的自主权 告诉你要怎么吃才健康 最好是能够完全拒绝这个药物 把细胞内的酸跟G5G排光了 那么你就没有病了 那么今天这一集不是讲这个重点 要前面五集就讲这个 所以说我们这个叫中道自然医学的这个范围 那么我创立这个中道自然医学呢 其实也就是AI 人工智慧医学的一个 一个源头 那么我本身是西医嘛 西医所以不 这是西药 这个是西医 这是中医 这个是各种自然医学 我都有学过多少 当然这个是 这个是叫做营养疗法 那么这个生活习惯病 这个是呢 各种工法 气功啊 这个宗教 那这些东西好不好 当然 各家之常 有各家的说法 比方说 这个 这个 讲健康 卖健康食品的人啊 卖这个 多糖体的 就说你吃多糖体会治百病 你什么都不用吃了 吃我的多糖体就会好 卖这个蛋白质的呢 就说你吃我的这个 优良蛋白质 就会治百病 卖这个维他命的啊 钙啊 铁啊 就会说这个好 卖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SOD的 就是说你抗氧化 什么病都好了 真的会好吗 天晓的 不认为这个是有效的 好 那么 卖药的人 就说好啊 你要生病就什么 不用吃吃药 把症状盖起来就好 那么西医也是这样 好 一个人癌症 就送进去 开刀 化疗 放疗 这样会好吗 好 这个我认为也是有问题的 那么这个中药 中医反而是比较科学的东西 好 可是好 任何人来都吃那些中药 我认为那个也是不对的 中药是三千年前的东西 两千三千年前的东西 所以我曾经跟一些中医师讲好 我才是中医啊 我没有学过中医的中医 为什么呢 因为我现在做调整阴阳啊 我做脑波治理神经啊 交感就是阳啊 副交感就是阴啊 我是调阴阳的医师啊 我才是中医啊 把人调好嘛 对不对 好 我说华佗理事证 如果坟墓里面跑出来 拿棍子打的不是我 一定是你们啊 因为你们死骨不化嘛 为什么你们今天 还用三千年前的处方 为什么不会改变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是各种自然疗法 就不要讲了 好 那很多人都做了什么 就认为什么 好 卖了花精就说 花精可以治百病 做的推拿就推拿可以治百病 我认为哈 我不否定任何一个东西 对了他的疗效 可是呢 我现在做的自然医学啊 就是一个比较合理化的自然医学 因为病人到我的这个诊所里面呢 我一定给他做脑坡自立神经 看看他脑坡自立神经怎么样 然后呢 再给他做到保健馆去吸这个氢气 我们叫氢气挑战测试 看到他酸有没有排出来 自由剂有没有排出来 然后看脑坡变化怎么样 自立神经变化怎么样 然后呢 这个排川排自由剂嘛 然后呢 再跟他测 看有没有肠肉肺肉脑肉 跟他抽血检查 看他什么东西不能吃 然后再给他吃多一点的油 我们是用生通饮食疗法 那因为我们 我为什么很少用其他东西呢 因为好 一个患者来好 台湾不是一个很富有的地方 500万人 收入少过3万块 所以我们要很省的用 最有效的东西用 你不能叫病人什么都买啊 对不对 那吃一些他最经济的 能够把病治好的 我还最后还是锁定在 Omega3的油 这样 所以说 还有我会很注意一个病人 我会问他 有没有开窗睡觉啊 二氧化胎会太高啊 有没有蒙头睡啊 二氧化胎太高 就会产生很多疾病嘛 等等 抽烟喝酒那天我们就不讲了 生活习惯病都要注意 所以说 我的现在我的这个自然医学 我创立的这个自然医学 就是像前面讲的这样 就是把酸根自己去排光 要注意生活习惯 其实药 我本身也是急诊医师 药在急症的时候 自然疗法很不积极啊 该插管的还是要插啊 该血药要降的还是要降啊 对不对 药也不是罪恶啊 对不对 药也是人类科学文明的结晶 你只要好好的用啊 那慢性病就不要尽量不要用药 那开刀也是很重要啊 其实什么都有可取的地方 就是说 我们不能说我是一个针灸医师 不管你是癌症 你是头痛 我每人来我就针灸 那么你就不是医师 你是针灸的一个匠 知道吗 你就不是能够解决病人病痛的医师 如果你只会推拿 你只是一个推拿师 你不是一个医师 你只会一个中医 你只会开药 你也不算是一个中医师 你一个西医 你只会做化疗 你也没有资格说你会治疗癌症 这样知道吗 所以我认为说医学是一个整体 是要以一个人为核心 为本体的这样 我想我这样讲就是我活了这个 做了医师当了三四十年的一个心得 所以我们要回过头来 讲到老子 其实我本身做的这个中道自然医学 就是以老子为老师 老子的道德经就是说 唯学日益 唯道日损 什么叫唯学日益呢 就是你要累积知识 你要key很多东西 一直学不完 知识那么多怎么学得完 所以累积知识 其实你没有拿来用也是没有用的 我们要做道 什么叫做道呢 叫道可道非常道 明可明非常明 我现在做的中道医学 就是一条中间的道路 你围道日损 就是要捡捡捡捡捡捡捡 用捡法治病 就是围道日损的意思 那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 所以我现在把药全部丢掉了 我自己糖尿病也不吃药了 病人也不吃药了 就要丢光光 要丢光光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 好朋友 他说他妈妈过世了 过世之前吃了十年的药 医生说是精神疾病 一直吃药 一天吃二十颗药 每次吃药 这个药的副作用是头晕 就吃头晕的药 头晕的药副作用是哪里痛 就是止痛的药 一天吃二十个药不会好 后来他反了 他把药都丢掉 反而好了 所以药其实有很多副作用 你要用后面的一种药 来克服前面一种药的副作用 所以大家吃药要很小心 比方说降血脂的药 我本身还有一个台大的学长 他本身是心脏科医师 他有时候跟我说一个笑话 其实不是笑话 是觉得很可悲的事情 他自己有高血脂 他就吃了这个降血脂的药 吃了药以后呢 他就全身酸痛 他也不知道怎样 他就做肤肩 做做做做怎么不会好 有一天他忽然想说 奇怪 这个药的副作用是肌肉酸痛 我会不会也是这个副作用 他停掉药就好了 所以你们知道吗 所以药好 他是不认 不管你是总统还是医师 他医药副作用还是副作用 所以这个药很注意 所以药的副作用要很注意 当然 你损之又损 你自己无为 我现在就是无为阶段 什么叫无为 什么药都不开 什么病都不治 我只把人的酸跟肌肉酸 我只把人的酸跟肌肉酸都排掉 就无为而无不为 你无为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到的 我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几天下场也无事 我们就不提了了 就是说 所以无一无为之无不治 所谓无一无为之无不治 就是我自己可以说有一点 照我自己的立场来做解释 你不去治疗疾病 你把酸跟肌肉酸排掉 反而什么病都好了 减缓了 大概就是我所要跟大家分享的一点 所以说我认为 我现在所创立的这个中道自然医学 表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所以我从来不排斥任何别人 我也很认同宗教 也会让人心安稳 我也认同气功 我也知道怎么做气功 虽然我自己做的不是很认真 很多人 我跟他讲了以后再做的很好 可是我自己也没有时间做这样 运动我也不是很多运动 其实我都认同 没有什么不认同的啊 可是你要挑最有效 对患者最有效的方法来做 所以说中医西医的这个 判离一定要打破 我们要跑出我们自己的框框 很多人说王医师 你不是西医吗 西医哪有人认同自然医学的 我说对啊 我也是有特别的基因 因为身体不好嘛 西医要治不好我才会认同啊 对不对 其实我们现在就太多框框了 太多圈圈了 你是这个 我是这个 我是这个 大家就关起门来 你看我 我看你 就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我现在是叫做 为无为之无不至了 什么都不做啊 什么都可以做啊 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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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无不可 这样 所以 我现在好 是认为说 今天呢 照对后也下一个 前面有讲过的一个结论 就是说 我认为啦 人工AI智慧医学 AIMED 他未来的验警是怎么样呢 因为我已经展开 我把我过去十几二十年来的一些编写的写好的剧本 已经要具体化了 我已经跟这个软体厂商签约了 叫人工机器人 就是说 你有什么病打进来 我要怎么回答 那个我都做好了 就是说 以后呢 不知道几年 也许是五年 也许是十年 也许是更久 那么 除了少数急症跟外科 慢性病毒不要吃药 这个是我很认为说一定是这样 还有治疗癌症方面 化妨疗绝对不是首选 应该要把酸跟ZUG排掉 健保呢 如果能够用我的方法的话 很多医学中心就可以减床了 也不会再一直扩大了 这个洗肾单位 也会由现在的几万家 这个变更少了 那么台湾的医师呢 会大量失业 精神科内科医师首当其冲 可是大家不要担心 改做自然医学天空更大 那因为大家可能有很多台湾人啊 医师不服气 其实台湾最近有统计了 在台湾在这个慢性病的治疗方面 是吊车尾 可能后面几名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太注重药了 台湾当然你说很好 生了病 不要担心急诊没有地方看 到处都很方便 花了一点点的钱 就拿了好多好大包的药 药都不要钱 所以大家都好爱吃药 这样 就算没有吃药送给朋友吃也好啊 对不对 没有吃药放起来丢垃圾 也不觉得是浪费嘛 所以健保有好处也是有坏处啦 所以搞到我们呢 台湾的慢性病治疗 是非常非常的掉世界的车尾 这个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 还有 可是呢 人家说物极必反 已经要反弹了 反弹什么呢 台湾一定会绝对会变成AIMED 人工智慧医学的领头羊 为什么我有这么有把握讲呢 第一 剧本我已经写好了 王清光就是带领全世界AIMED 人工智慧医学的那一个人 这个没有理由会不成功的 因为没有人喜欢吃药嘛 按照我的医学 我发明的医学 不能讲发明了 发现的医学 发现而已 我没有发明新东西 发现的医学 慢性病都不用再吃药的 还有呢 所以各位医师 也不要紧张说我快失业了 不会 只要你肯认同 自然医学 你可以用我讲的开放的密码 行遍全世界 以后全世界都是做中道自然医学 也就是AIMD 人工智慧医学 其实好 以后的医学好 就是跟我们讲的 会计师会失业 老师会失业 律师会失业 很多工人都会失业 为什么 医师会不会失业 以前人家觉得医师失业不可能 都要看病 心脏科医师 看心脏病 内非命医师看内非命的病 眼科医师看眼科医师的病 怎么可能失业呢 可是我告诉各位 所有的病只有一种疗法 所以我们呢 就是用这个 AI人工智慧去治疗疾病 比方说有一些台大长庚马街 全部的医师 你都退基第二线 第一线是谁呢 可能是聘请一些有专业资格的 一些护士啦 钥匙啦 检验师啦 或者是受过一些专门的医学训练的一些 我们讲Paramedic 不是医师的人员 负责做什么 负责排算排自由基啊 吸清啊 做热疗啊 做王医师发现提倡的这一套 那么你们的这个 专科医师就守在后面啊 对不对 我看不好的 排了算排不好的就给你们啊 这个才是一个理想的世界吧 对不对 所以说 我并没有去攻击任何人 有没有攻击任何家医院 我是说 人类的文明一直在进步 我们今天就到了一个进步的一个一个转利点 像那个小米说 他们的领导人说 人啊 如果你实际到了 你这是一只肥猪 你只要站在风口就会飞起来 现在就是大家飞起来的时候了 好 这个就是人工智慧医学会风行全世界的一个最 我觉得是绝对可能的了 好 所以呢今天 啊 讲的就第六集讲到这里为止 事实上 我的整个一到六集这个人工智慧医学的讲座 也今天告一段落 那么如果说各位 想要整个了解的话 你最好是由头到尾都看 把它看完才能够比较了解 不过时间还蛮长的 可能要四个小时的时间 好 谢谢 谢谢